1995年台湾在印度设立了办事处 早为台商拿下印度市场的敲门砖 据统计台湾与印度双边贸易已达63亿美元 但前进印度扎根的台商数量却不及日本与韩国 近一年来台商数量勉强破百家 印度市场对台湾来说仍有成长空间 要进来印度第一个我觉得要先做一点红维 要去了解印度 经过这么多年 从1995年我们设出以后 其实有很多台商也陆陆续续都进来了 对印度市场不熟悉 台商前进印度结合当地合作伙伴共寻商机 也许更有胜算 如果将来我们台湾的产业能够在这里形成一个聚落群 有一个很完善的生活设施的话 这个就会让我们的企业界来印度发展的地缘能更高 跨国集团阿达尼拥有印度十个港口的经营权 其中大股东还是台湾人 为了促进外资投资印度 阿达尼集团创建产业聚落 准备好迎接各国进驻 印度的起飞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 尤其是在新的总理Modi上任以后 进行了很大步调的改革 当全世界人都跳上这辆火车的时候 我希望台湾人能一起参与这场盛宴 为了因应这个潮流 阿达尼集团在Mondra设计的工业区 有机场 码头 公路 铁路 对于人的生活方面 我们也创造了一个17平方公里的造证 可以容纳10万户30万人的一个城市 以生产羽权文明的胜利体育 2014年前进印度自营通路 市占率从趋近于零一直到现在的3% 逐渐找到立足印度市场的机会 我认为面对全球未来第三大经济体 我们应该有基本概念是 它绝对可以带来相当大的产品 所以在印度一定是要用跑马拉松的态度 来经营你的公司 你的品牌 要抢占印度市场除了技术 资金 耐心之外 人才培育也是台商将面临的考验 中顶印度公司就选择培养印度员工当干部 不仅理解当地民情 还可避免因文化差异造成的纠纷 我认为要在这个地方 能够把一个公司治理好 主要的还是在人才的培养 因为不可能全部仰赖 从台湾过来的人力 外资涌入印度 语言学习也成了一项新兴产业 印度人学中文目的很直接 就是连结中国市场 印度人学中文很困难 如同大部分台商对印度市场的陌生 正当印度渴望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台商又是否能制破各种玄机 夺得先机呢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